大家好,欢迎来到MED学院 善解课我们还是讲到了这个继承相关的 那接着呢,有了继承之后 那有的时候我们的子类是想访问我们负类中的一个方法 这也是我们继承中比较明显的特点 那接着呢,我们要想实现这种效果 在我们的GS中,我们可以通过谁来实现呢?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Uber属性 来实现我们子对象对负对象的一个访问 那接着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 再来一个Uber的 有点像我们这个打车文件吧 对吧, gotUber, Ubu,对吧 其实呢,它是super的缩写 好,那接着来看一下 我们还是拿我们的这个图形为例 function shape 没问题 接着呢,shape.portletype.name等于我们的shape 再往下shape.portletype.tostring 还是返回这个名字 return list.name 这是一样的 这是我们之前的写法 那现在呢,我们想访问什么呢? 想访问我们的负类种的方法 可以通过Uber来实现 在这儿,首先我们来重置一下 我们的这个toString方法 首先来判断一下 我们证明一个变量 result 判断list.constructor.uber是否存在 那list.constructor呢 其实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本身 那接着呢,本身就是这个函数啊 那接着点那个uber呢 代表的是 我们让它指向我们当前对象的一个原型引用 那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来访问它就可以 我们直接来result 让它等于一个空数组 等于一个数组 接着result中的 result.lance 设置成谁呢 les.constructor 访问的负类 这样的一个toString方法 第二是一个uber.toString 如果存在的话 就访问的负类的这样一个toString方法 接着呢,我们的result 里边的result.lance 就等于les.name 设置下的一个属性 保存到我们的result中 接着再返回这样一个scriptrar 通过我们这个数组的方法 转的方法 以谁来连接呢 想说我们以动画来连接一下吧 连接一下这个scriptrar 一会儿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应用 好,那这个写完之后 和我们之前不太一样了 和我们之前的toString不太一样 接着再往下 来定义我们的2D shape 同样的也是通过我们的临时购道器 等于一个function 就是我们上几课刚学过的 接着fdrprototype 等于shape.prototype 再往下 我们通过2D shape .prototype 等于new一个f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上几课写过的 接着重置一下 我们的construct属性 等于2D shape 好 再往下呢 我们就可以来设定一下 设定谁呢 设定我们的2D shape.ubra 把它指向我们shape的一个原型 2D shape.ubra属性 指向了我们shape的一个原型 这样就可以实现 我们指对象 对副对象的一个访问 那接着呢 我们还可以再来设定一下 我们自己的 名字 .prototype 点一个name 等于一个RD shape 这都是一样的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写我们的tringle 和它是一样的 我们就快速写一下 function tringle side height lase.side 等于side lase.height 一样的 再往下呢 来设定一下 tringle 点prototype 等于2D shape 点prototype 再往下呢 还是我们也需要通过一个 临时函数 f等一个function 再往下来设定一下 这不是tringle 是f tringle 第二 点prototype 等于new 一个f 和之前是一样的 接着也是 将它的这个 upper 指向我们的2D shape 就可以 先来重置一下 我们的constructor 接着 接着将它的 upper属性 指向我们的这个 2D shape 第二 prototype 这样就完成了 那完成之后呢 我们也是 给这个tringle 来添加一下 自己的 name 和getl 方法 name属性 再往下 再来添加一下 getl return一下 list.side 除以2 好 这样的效果 那来看这段代码 我们是不是首先 将我们的upper属性 设置了指向我们 负极的一个 引用 对吧 你看这个tringle 指向了我们的 2D shape 或者type 负极对象的 一个原先的引用 那像我们这个 2D type 2D shape .upper 指向了我们的 shape .prototype 这样的形式 而且呢 我们还在我们这个 toString中 是不是也来修改了 这个toString 新增了这样一个任务 就是检查我们这个 对象中 是否有这个 upper属性 upper属性 那如果有的话 我们首先 就调用 这个属性的一个 toString方法 那其实呢 就是访问我们 负类的toString方法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使用它自己的 这个toString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呢 你看我们这个 类似的constructor呢 我们刚才说了 它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函数 而它点上这个upper呢 代表的是指向当前对象 负极原型的一个引用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尝试 调用一下这个triggle .toString 来试验一下 那其实呢 在这个原型链上 如果你调用这个 .triggle triggle.toString 那这个原型链上的 所有的toString 是不是都会被调用呀 不信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个测试 会出现三个 My等于一个 New Tringle 5 10 接着来得到一下 它的面积 My.getL 应该得到的是 25 这个没问题 有错误 2D shape 还是小写 2D shape 这儿 好 再来看 第26号 2D shape 第36号 还是它 这个怎么是 总是小写一个 25 没问题 这个不是问题 再来看 我们当使用它 来调用谁呀 My.toString的时候 那处于这个原型链上的 所有toString 都会被调用 那得到的结果 应该是 像我们的tringle shape 包括2D shape 包括2D shape 是不是都有呀 像调用我们的shape 逗号 接着2D shape 接着逗号 tringle 是不是都得到了 这样的效果 这一点 大家已经看出来了 那接着你再看 我们换一个 再写VR一个TD 等于New一个 2D shape 这时候 我们通过TD 来调用 这个toString 应该得到的结果 是什么呀 对 应该一个是shape 一个是2D shape 来看 TD 来看一下 一个是shape 一个是2D shape 因为在它的原型链上 2D shape 上面是不是只有 这样一个shape 这样的效果 所以说得到的结果 也是实现了 我们是通过 Uber这个属性 来访问 我们负类中的 这样的一些方法的 那其实呢 你看这段代码 有好多都是重复的 像这一块 包括这一块 是不是都是重复的呀 对吧 那想实现这种 把这些重复代码 我们可以提取出来 也就是可以把我们 这个计程 计程这一部分呢 我们可以把它 封装成我们的函数 就不用重复的代码 写这么多次了 只不过是 负对象和子对象 不太一样而已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在此基础上 我们再来一个例子 把它封装起来就可以 Uber 首先呢 我们来定义这样一个 函数 定义一个extend 实现这样一个封装 一个是我们的子 一个是我们的负 那child呢 代表我们的子对象 继承了我们的负对象 parent 没问题 还是通过我们的 临时购造器的形式 和之前的一样 只不把公共的代码 我们提取出来了 f.prototype 等于我们的parent .prototype 指向它的负集 接着呢 我们的child .prototype 等于new一个 if就可以了 再来重置一下 我们的constructor 等于child 接着我们再将它的 优本属性 指向我们负类的 原型parent dr 或者说type 就可以了 那这样很简单的一个 继承 我们就封装完了 那封装完之后呢 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实现这种 像我们的2d shape 继承我们的shape 就简单多了 不用把那些重复的代码 我们再来写一遍了 那接着一样的代码呢 我们还是 先把上面这个 toStream 这一块拿过来 这是一样的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再来定义一下 我们的2d shape function 来实现这个继承 我们只用掉一个 谁呀 extend一下 那我们的子呢 是我们的2d shape 那我们的负类呢 是我们的shape 这样就实现了 这个继承了 也就是把那些 公共的代码 我们提取出来了 那接着再像我们的 这个2d shape中 来添加一下 我们自己的属性 点prototype 点name 等于一个 2d shape 接着 我们再来实现 第三个 function tringle lase.side 等于side lase.height 等于height 再往下呢 我们来是实现 用tringle 继承我们的2d shape 可以通过 extend一下 那我们的tringle 继承我们的2d shape 好 这样又实现了 我们的继承 接着 再像我们的tringle中 来添加自己的属性 接着 tringle .prototype 第二是一个getter air 等于一个function 和之前就一样了 那接着我们来做一个测试 是否可以 刚才其实是一样的 只不过 把它封装起来了 5 10 接着 console.log 一下 mye.getter 来看 得到结果 25 接着 再来调用一下 toStream mye.toStream 还是 shape 2d shape 和tringle 没问题 那接着再来测试一下 把它拿过来 这一样的 我就不再写了 效果也是一样的 来看 那得到的结果 应该是 shape 和rd shape 只是完成了这样一个 继承的封装 继承的封装 这样的一个 extend 没问题 其实呢 以后你要读到 我们前端的一些 开源框架的时候 也经常能看到 这样的一个继承 实现的形式 是一样的 好 那这一块呢 下来之后 大家把这块 看一下 接着呢 我们的gis中 还有一些 还有几个 还有几点 比较重要的内容 我们之后 下一节课 再来学习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 大家的收看